五代十国 十国 敏国 敏国存在于909年至945年 五代十国之一 先后定都于金福建福州 建欧 统治区域与金福建省大致相当 909年 王沈之被后梁封为敏王 后唐同光三年 王沈之去世 其长子王延翰继位 后唐天成二年 王沈之次子王延君 杀哥哥王延翰夺位 并于长兴四年称帝 建都金福州 年号隆起 之后敏国政变内乱不断 敏天德三年 南唐与敏国内乱时 出兵将其攻灭 敏国存在36年 戾七帝 他们是 敏太祖王沈之 敏四王王延翰 敏惠宗王延君 敏康宗王延君 敏康宗王廠 敏景宗王熙 敏王朱文进 敏世宗王延正 第三百一世一位 敏国第一帝 敏太祖王沈之 王沈之 敏国开国皇帝 在位16年 64岁 开敏三王之一 王沈之出身贫苦 早年加入王旭起义 随军转战福建 后梁开平三年 出任中书令 册封敏王 在位之时 选贤任能 减省刑法 减轻摇曳 降低税收 让百姓得以修养生息 促进福建的经济和文化发展 尽量避免战争 并与中原王朝保持朝共关系 后唐同光三年 王沈之去世 凭其治理福建发展的贡献 后世尊称开敏尊王 开敏圣王 中会尊王 第三百一十二位 敏国第二帝 敏四王 王延汉 王延汉 在位两年 敏太祖王沈之长子 九百二十五年 王沈之去世 王延汉即位 九百二十六年 后唐任命王延汉为节度使 同年 王延汉自称大敏国王 但仍向后唐称臣 九百二十七年 王延汉的弟弟王延军 以及王沈之养子王延炳联手反叛 进军敏国都成福州 抓获王延汉并斩杀了他 第三百一十三位 敏国第三帝 敏惠宗 王延军 王延军在位八年 敏太祖王沈之赐死 天成二年 王延军杀凶王延汉 自立 后唐明宗晋封王延军为敏王 后唐长兴二年十二月 陈守元甲借宝皇之命 建议王延军必位受到 当为天子六十年 于是王延军训位给长子 威武军节度副使王继鹏 成为道士 取道号玄西 一年春三月复位 要求后唐封自己为尚书令 后唐不达 王延军遂断绝双方关系 后唐长兴四年 王延军称帝 改年号为龙起 国号大敏 敏国永和元年 被儿子王继鹏所杀害 第三百一十四位 敏国第四帝 敏康宗 王廠 王廠 在位四年 敏惠宗王延军长子 王廠原封福王 宠妾李春嫣本为王延军的宫女 王廠与之私通 因此向禁母陈金凤求助 说服王延军将其赐给王廠 敏永和元年 于礼访政变 杀父王延军 继位称帝 王廠一因兴建子威公 费用不足 因此卖官欲绝 横征暴敛 敏国通文四年 北宫失火 拱臣控贺军使诸文进 连崇玉 因被王廠怀疑对皇宫纵火 恐惧 之余 遂先发难 乱兵坟长春宫 随后 迎王延熙登基并攻击王廠 王廠在武统领位追兵所获 与皇后李春嫣及诸子 一同被其堂兄王继也所杀 第315位 敏国第五帝 明景宗 王熙 王熙在位五年 王沈之之子 王延汉 王延军之弟 王继鹏之书 王延熙与王继鹏在位时 认走仆社 同平张氏 因王继鹏猜忌宗氏 遂装风卖傻 因此被软禁自宅 天福四年 共臣控贺军使诸文进 连崇玉反 迎王延熙进攻并杀王继鹏 王延熙遂自称威武节度使 领国王改名王熙 改元永龙 称臣于后晋 但在国内 官制就如同皇帝一样 然而王延熙继位后 骄傲奢侈 荒淫无度 猜忌宗族 比王继鹏有过之而无不及 其帝建州刺使王延正多有规劝 王延熙反而回信怒骂 并差人探听王延正的隐私 二人因此结怨 天福九年 王延熙被朱文进 连崇玉刺杀 第三百一十六位 闽国第五帝 闽王朱文进 在位一年 福州永泰人闽康宗王继鹏在位时 累迁拱臣军使 执掌进军 先后发动叛乱 誓杀闽王王继鹏和王延熙 篡权继位 称臣于后晋 受威武节度使 闽国王 受到全张军阀刘从孝 陈宏进以及阴帝王延正的讨伐 情势日渐窘迫 后晋开运元年 遭到部下邻人汉刺杀 第三百一十七位 闽国第七帝 闽世宗 王延正 末代皇帝 在位三年 闽四王 王延汉 闽惠宗 王延军 闽景宗 王延熙的弟弟 闽国末代皇帝 称公义王 国王被俘 后事不明